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说这间医院他的防疫就是靠着压榨临床的医疗人员来达到这样的防疫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目的的话那这样子他还有点好去跟政府拿这个补偿金吗在疫情爆发的这时时时刻我们人民没有不足平常的业务已经如此繁重了可是因为这次的防疫这些增加业务量并没有再有足够的人力配置而是现有的人 再去撑着这些这些这么沉重的压力 如果我今天照顾一个疑似的病人他只是肺炎他他没有接触室那他也不能排除那这样的情况下我我可以回家吗我可以去拥抱我的另一半吗我可以好好的跟家人吃顿饭吗 我觉得 嗯 欠装备 防疫 防疫线装备 医抄狼狼狈 医抄狼狼狈 补齐护理人力 巨当免洗餐具 巨当免洗餐具 那我们会开始这一项问卷其实是因为在上个月有一个全球护理工会的一个线上的会议那我们为了想要跟世界上其他的护理工会分享一下台湾的护理人员在这一次的防疫中的一些角色还有状况所以我们才发起这项问卷 那这个这个问卷的内容呢包括了个人防护装备人力配置还有第三个是确诊病患的照顾第四个是护理医护出国禁印的部分我们在我们在问卷中发现其实有将近三成的护理人员认为说在护目镜面罩还有防水隔离跟N95口罩上面是比较不足的感觉的情形而且会让他们感到担心 会员他们在临床上感受压力最大的是一个医院的管理的手段当然就是主管的管理手段因为他们可能会直接限制说比如说一天就是哪一个 那如果你多了就没有办法再给你更多的情形 或者是他们在临序物资的时候被主管说这个不需要换吧不要让我们变成不过最多的单位在防护装备的地方其实现在比较比较严重的话呢还是防水隔离的缺乏 因为有护理人员反映说他们是照顾新外肺炎确诊病患的专责病房他们现在还是需要视情形去使用物童 政府说符合规范但其实品质不一的一个防水隔离比较不会破那种比较薄的这种他们需要去视情形穿比较厚会比较薄的情形 其实就反映出一个现在第一线在防水隔离的这个攻击还是比较会让人担心 即使这些装备都符合规范但如果可以像就是口罩国家队一样 那第一线人员也有就是保护国家队的支持在后面支持的话 那会人可以追求更好的保障在这个目前还看不到的疫情里面 长选下去才不会变成压缓第一线人员的一个压力心理压力也不会造成人力的亏散 就工会所掌握的资讯有些有某间医院就是他的有个感染科病房 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专责照顾新冠肺炎病人的病房 那另外一间肿瘤病房因为地缘关系也在近期被改成也是专责照顾疑似或是确诊新冠病毒的病人的病房 那其实这些病人多出来的病人就被统一收支到另外一个内科病房 但这些内科病房的照顾这些病人的护理师并没有接受过肿瘤的相关训练 所以在他连这个眼前化疗药他的可能一洒可能造成的状况或是渗漏造成的皮肤起泡疹 这些作用跟一些副作用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 还是要硬着头皮去照顾这些病人 这些内科原本收支的病人又没有立方给去 就变成说可能一些骨科病房或其他外科系的病房会被迫接受 有许多内科问题复杂的病人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连护理师照顾病人都没有十足的信心 那病人该怎么去相信这间医院 那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疫情发生之前或是疫情发生之后 这些状况在临床存在的情形都达到六成到大概将近八成的这个状况 那在进驾停车的时候 不安全化的职员还有非自愿弹令跟弹性房价各三个部分 在疫情之后有比较明显的上升的状况 因为问题其实本来就一直存在 只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因为很容易用防疫的需求为民意 然后再就是更加你这个眼顺的可以去做这些不合理 或是不合法的管理的手段 但这些人数的控管 常常都会需要是护理师去分担 当他给药当他在做治疗的时候 如果看到一个人突然跑进来 觉得这个人怎么没有看过 他就会必须中断他身上的治疗 中断他的给药 然后前去询问那些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病房里面 更不要说帮忙搭口罩 帮忙填写防疫自主健康生命单 每个家属进来都要先讲体温 都要先写他有没有接触史 他职业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群聚史 有没有接触过从国外回来的人 这些如果照顾者的家属是比较属于年长的照顾者 你还需要一个一个帮他去提清每个问题的细项是什么 他一个一个帮他填写 有些病人不是很清楚现在目前的防疫政策到底是怎么样 像如果是急诊的话 他必须要在第一线如果有发烧 有上呼吸道症状的病人 必须在第一线先照X光 排出肺炎的情形才能进到诊间里面看诊 那很多家属跟病人不耐久扣 所以很容易在解释政策的时候 跟护理师发生冲突 所以为什么他逼我先来 但是他先进去 为什么我需要等那么久 为什么我医师还没有来看我 所以在这个时候护理师在一个全身都是防护装备的情况下 然后在可能是一个很热的一个太阳天 他会全身都是都是汗 然后非常不能呼吸 因为又流汗然后又待很久 还在那个情况下 还要耐心的跟病人家属解释 现在政策怎么样 其实你没有等很久 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全台湾人民着想 我们不能成为防疫破口 所以其实在这么光鲜亮丽的成绩之下 后面是很多很多会议人员 费尽心力沉起来的 所以在这边也要顺便跟社会大众呼吁 真的不要再为难第一线的会议人员了 所以我们的诉求以及我们的呼吁 善用宣导职场争议品来 让医护的护理师随时随地能够提照 政府标准的安检职场保护设备 那就是我们那个为服务 呼吁的那个护理职场争议品牌 可是其实从2018年开始以来 其实使用率好像没有很高 那么最好 那就是在这里 能更多值得更多我们要订阅